《活水网》 各位活水网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凯宇 凯宇这一次特别为各位邀请到这位才子蔡世平先生 他现在是联合晚报的总组笔 各位朋友一定在电视上也有看过他主持节目参与论证 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谈的这本书叫做Mindset 趋势大师奈斯比先生的最新立作 他提出了11个我们怎么动策未来的定件 其实每一个人都很关心自己的未来会怎么发展 但是在我们关心自己的未来的同时 我们常常忘记一个更重要的前提 叫做我清不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 如果今天打开电视看到有人名利双收 我们就会认为我们追求名利才是我们要的 如果我们看到有人追求心灵的提升 我们就会认为修行才是我唯一的道路 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我有没有很清楚自己真正内在最深处的部分要的是什么 做了什么事情是自己最快乐的 否则我们常常看到很多朋友在他赚到钱之后觉得心灵空虚 或者是看到另外一群朋友在追求心灵的提升的同时 他们在俗世生活却是一个不称职的父亲 或者是一个不及格的母亲 在我跟视频大哥聊天的过程当中 他一再的提醒我们我们有没有弄清楚我们自己是谁 我们要往哪里去 最重要一点是随着我们的成长成熟 我们必须更清楚的知道每个人都有他的有限性 我有发现我们自己的有限 我有发现我们自己的限制 我们有所能有所不能 我们才能在我们的限制当中发挥我们无限的潜能 做出让我们自己激赏并感动的事情 我常常会跟很多朋友分享 有时候令我们害怕的是我们想象中的世界而不是真实的世界 而这个想象就跟我们这次谈的主题 定见有很大的关系 如果有一个有建设性的定见 即将我们看任何的事情就算是问题也好 我们都可以看它建设性的方向 可是如果有一个没有建设性负面或具摧毁性的定见的话 那么我们要追求一个成功幸福财富满意的人生 我想绝对是原木求鱼的 所以我们如何了解自己的定见 在蔡大哥跟我们聊天过程当中 他鼓励我们多了解历史 从历史的众生当中回观我们自己 就如同张宏志先生在我们之前访谈里面所提到的 他说一个人没有回观自己的过去 不知道他自己是怎么来的 怎么走到今天的 那他又怎么知道 他从今天往后看 要怎么样面对他的未来呢 当我们了解自己的定见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去印证自己的定见 我们有没有修正自己的定见 最后呢 我们放开我们自己的定见 拥抱整个世界能给我们的所有的礼物 如同奈斯底先生写这本书 他有一个传承的感觉 他已经不再是告诉我们未来可能会是如何 他告诉我们怎么看未来 我们可以从这边了解到 他愿意放开自己的定见 并且传承给更多的人 如同蔡大哥跟我们分享的 他自己是一个年近半百的疲惫男子 在他身上 其实这样的疲惫 是因为他愿意不断的修正调整自己的定见 更重要一点是 他开始有一个使命 他能为这个世界带来些什么 传承些什么 能够跟我们的新生代 跟我们的下一代 和我们正在努力力争上游的这一代 跟我们做什么样的对话 传承给我们什么样的智慧 激荡出什么样的火花 凯宇在这边其实还想跟各位谈一件事情 了解自己的定见是有一定的方法 有一定的思考跟逻辑 但他并不是意味着要套用一个公式 在每个不同的人身上 而是他能够让我们自己内在 发挥出我们自己的力量 从了解自己的开始 从解决自己生命当中 哪怕是微不足道的问题 当作是一个起步 凯宇深信 每个人都有能力了解自己的定见 为自己建立定见 并且有一天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经验 跟智慧传承给所有的朋友 如果你是一个力争上游的年轻人 听到这边 或许传不传承对你来说不是太重要 最重要一点是我如何 从现在开始站稳脚步 引向未来 如果您对于这方面的主题 有进一步的兴趣 欢迎可以跟凯宇联络 凯宇很愿意跟大家分享 进一步怎么建立自己的定见 怎么为自己规划一个美丽财富的人生 好好的享受凯宇跟蔡时平先生的对谈 最后说明凯宇跟蔡时平先生的互动 采取一气合成的录制方式 凯宇在这中间把它切割成三段 让大家可以轻松的聆听 谢谢各位的支持 欢迎来到活水网 让活水网为您带来最精彩的成长内容 活水网网集为 www.forbooks.com.tw 各位活水网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凯宇 这一次我们要推荐这本书 叫做Mindset 耐斯比的十一个未来定见 这本书我们到底要找谁来跟我们一起聊呢 他可以说是一位诗人 当然是一位作家 那你在电视上很多的政治评论也可以看得到他 他同时还是节目主持人 并且呢他是大学的讲师 而且还演过舞台剧 这个人到底是谁 那他在网路上的密称叫做大屏 他同时也是联合晚报的种族笔 最让人嫉妒的 就是他有一个众人都觉得很美丽的老婆 而且一个很可爱的女儿 我相信呢很多人 已经渐渐知道他是谁了 没错 他就是这本书Mindset的推荐序的作者 蔡思平先生 今天凯宇很有荣幸 能够跟蔡大哥一起聊天 蔡大哥你好 哈喽凯宇你好 大家火水网的朋友们大家好 十一个定见 是这本书里面所谈的 当然耐斯比他是趋势大师 那对照于你个人的生涯经验 我刚刚为什么介绍你这么多不同的过程 对很多人来说 这十一个可能是很远的未来 但是呢对于套用到每个人个人 在参照你的生涯过程当中 到底在你身上这十一个定见 有没有什么样的印证 我觉得很有意思 我在替这本 约翰·奈斯比算是最新的一本书 他也来过为了这本书来过台湾 在台北跟台中都各有场影响 没错 我其实跟他算是渊源还不错的 因为几年前他当时跟他的女儿 Nana Nesby 一起写书的时候来过台湾 他上过我在非凡当时 我主持了一个财经的读书节目 是 那我访问过他们的妇女 所以我印象很深刻 是 他非常健谈 非常的Nes的一个人 那所以这是我当然就义不容辞的 来写他的这本书的一个导读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 我也觉得包括Nesby在内 他当然比我年纪大了 是 可是我觉得包括他还有包括我在内 我们这一辈子其实说幸运也蛮幸运的 因为我们大概真正亲眼看到 人类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 科学上的科技上的 或者是思维上的一个很大的翻转 那就是电脑跟数位的出现 没错 我相信Nesby在他年轻的时候 无论如何他想未来学的时候 想未来趋势的时候 他不会知道说 以后的电脑或者数位会有这样惊人的变化 同样道理在我二十几岁的时候 我也不会想到 可是我自己是很晚才进入到 电脑跟数位的这个阶段 我大概三十几岁 三十六七岁以后 我才下定决心觉得要进来了 对 所以我在看他这本书的时候 我当然有很大的感慨 那就像我在这个序里面 序言的导读 我说的 我说他的十一个定件里面 我把它分成三个类别 一个是说 他把变跟不变的变证关系 他把它厘清了 对 就有一件事情是绝对变的 有一件事情是不变 但是变跟不变之间 又有一种很微妙的互动 对 好 那第二个呢是 他告诉我们说 要用精准的数字概念 去抓住变的趋势 也就是说变的趋势 一定有轨迹 对 这个轨迹你要非常精准的去抓它 第三个就是说 好 我觉得这是耐斯比非常成功的地方 也就是说 他一定 无论如何他告诉我们 就是 就像我刚刚特别强调 他跟我都不会预计到 预测到 未来的电脑 尽量有这么惊人的变化 数位会这么快速的取代了 包括平面电子媒体 平面媒体 电子媒体等等 对 所以这里面就是他讲的 我讲的第三个 就是他告诉我们说 要用想象力 去穿透那个不变的东西 是 所以我是觉得说 这三个部分 大家对我来说 我是这样体会去理解 那我认为了 我认为 对年轻的朋友来讲也一样 我们现在 当然包括你在内 很多年轻的朋友 是看到一个数位的 一个惊人的时代 所以你们会觉得 见怪不怪 因为你们就在 这个环境里长大 可是问题是 数位的年代 如果再往下走 也没有人知道 他20年后会怎样 对 说明他20年30年以后 他又是另外一个翻转 所以我觉得 怎么样保持一个定见 那个定见就是 你自己到底 对于自己的人生 可以掌握住什么东西 你了解自己多少 第二部分就是 我们尽量的让自己去 接近这个时代的 变化的脚步 不要让自己太落伍 就像我这样子 已经是半白手难了 我们都还努力的去追求 去适应新的环境 跟新的科技的变化 对我们的冲击 对 我觉得这是 耐斯底大概在定见里面 非常重要的 那个定见 mindset 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对 其实很多人就是因为 没有自己的看法 就随波逐流 因为有很多书籍啊 网络啊 都在谈变这件事 其实变对于一些 尤其我们这一代 比如说三十几岁 这一辈的年轻人 有时候这个变造成 一个很大的压力 因为什么事情 都要跟我们讲变 可是我们看我们的上司 我们看我们的主管 我们看我们的工作资产 还是那不得性 我们很想变 可是好像头顶 有个盖子把我们盖住 哇 你说的真好 我跟你讲 我在年轻的时候 读过一本 我现在记不得了 日本的一个 一个算是一个作家吧 评论家 写了一篇文章 他当时写了一个 一段话 你看我连的作者都忘记 可是他讲的那段话 我到现在都还记得 他说呢 根本不要去担心年轻人 是 他说这批年轻人呢 等他们大学毕业以后 五年十年 三十岁以后 对 他们一样 一样怎么样呢 就跟讲话的他一样 要变成一个公司体制 里面的主管 对 要去对年轻人训话 对 要去呢 追求他们自己人生的 中年的价值 对 好 我当时看这个 有点震撼 对 为什么呢 因为我常常就在想 我当时在三十岁之前的时候 我也很瞧不起很多 像当时像我现在 这样年轻的人 站在那个位置上 做高阶主管 或者说在社会上 当意见领袖 是 可是你就觉得 他们很多观念 已经跟不上 我们当时在二十多岁 到三十岁的 那个感觉 可是很快的 我自己现在 就已经做到了 年龄 就已经到了 我当年三十前后的时候 我看到了那些 中高年龄的人的 那种心境 对 所以你知道吗 我常常就提醒我自己 怎么样不要让自己 变成年轻人 眼里或嘴里 我当年 或你刚才讲的那些 站在那个位置 然后看起来 大家都说要变 可是他们怎么都没变呢 没变还可以继续领导 这个变动年代的年轻人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有趣的一个调诊 就是我刚刚讲的 其实在变跟不变之间 是有一种变证的关系 当你现在一心求变的时候 在这个位置上 社会上面的那些 既得利益 或者是那个中年 中高年龄的 站在位置上的人 他决定你的变 到底是变多少 该不该变 决定权在他手上 对 可是你们会觉得说 他都没变 对 可是他看你们 会觉得你们变得太多 变到让他 有点恐慌 是 好 可是反过来讲的 二十年后 等你到了这个年龄层以后 那你是什么样的心境呢 所以我说这就是 那是比非常有趣 他告诉我们说 在变跟不变之间 有一种非常有趣的 变证的关系 对 你要让一个 到了四五十岁的人 都还能够跟上时代的变 而且他又能够 跟年轻人对话 然后又能够保持自己 自己那个年代成长的 所谓不变的部分 我只能说 这对中年人 对熟男熟女 是一个生涯里头 最大的挑战 蔡大哥 你曾经描述自己 是疲惫的中年男子 这也是你疲惫的原因之一吗 我觉得会 我所谓疲惫是说 一方面 你希望自己 不断的跟着这个时代在进步 对 跟我童年的小说家 朱天心 是 曾经写过一部 非常有趣的小说 叫做 我的朋友 阿丽莎 他在那边 这本小说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不妨去看看 他是在 想我眷村的兄弟们 这一本小说集里面 有一个短篇 他写什么呢 他说 有一天 他终于觉得累了 因为他不再想去知道年轻人在想什么 不再想要去知道fashion是什么 不再想去知道现在的这个街头上 大家讨论的这些流行的话题是什么的时候 他就发现他自己老了 对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这是一个很有趣 你让自己不要疲惫 那你就可以关起门来 不要去管外面的变化 可是如果你一直要跟着外面的变化走 跟着年轻的变化 不断变化 那个变的节奏在走的话 你一定很疲惫 因为做时代的对我们这种50岁人来讲 我要去熟悉一个 我现在会打电脑了 我也可以上网了 我也可以 但是你要叫我去设计什么东西 或者说 很多年轻朋友告诉我说 可以开部落格 我也勉强去开了 如果部落格就是玩的 没有像年轻朋友那种漂亮 那你就会觉得说 哇真的很疲惫 很累 另外一个疲惫是 我们看着自己年轻的时候 熟悉的东西 熟悉的价值 慢慢在改变 比方说像我这个时代 我们在半百 老翁这个阶段 我老婆常讲的半百老翁 我们在年轻的时候 当时是手写文稿 对 那所以我们所谓的作家的手稿 变成一个非常珍贵的一种资产 对 可是现在你要去看年轻的作家 有谁有手稿 全部在网络上面传稿发稿 哪有手稿 对 最多签个名嘛 那这是你看 光是这个手稿的变化 其实你就看得出来 对 那更何况文字本身的价值 在我那个年代 我们可能还认为文字有它的一种 非常稀奇的 非常珍奇的 珍贵的价值 对 比如说当时两大包 或者是三大包的复刊 写一篇文章 可能很多人都看到 对 可是现在你在所谓的平面媒体上 不管它多大包 你写个文章 能看到有多几个人 稀释掉了 对啊 都完全被稀释掉 对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在乎的很多价值 到了我们这个年代 突然发现到年轻人不在乎了 时代不在乎了 这也是一种 欢迎来到活水网 让活水网为您带来最精彩的成长内容 活水网网集为 www.forbooks.com.tw 如果从My Set的角度来看 它与其说是写给未来 写给 当然我诠释的角度会比较是年轻人的 对未来的规划 你一定要有自己的并件 或者你就随波逐流 可是我听蔡大哥这样讲完之后 似乎对每个阶层的人 都需要有自己的My Set 没错 这样的话其实它好辛苦 因为刚刚从你的角度来看 这个新生代的部分 其实背后多了多少的那种 所谓的恐慌啊 或者是后浪推前浪 然后前浪死在沙坛上 有没有感慨 我觉得也可以这样讲 对 可以像你这样 台语你这样讲 就是一个部分是 你年纪越大的 越在那个前浪的人 你的惶恐感会越大 那在这个时候 我觉得你的My Set是什么 是应该要想到 你活到现在 50岁了 60岁了 你总应该有一些价值 是可以跟年轻人 跟年轻的时代去对话 对 我觉得要把这个信心 给建立起来 对 如果这个信心没有的话 你当然就惶恐 对 你当然会觉得自己 好像一事无成 对 所以说你一定要先找到 我们这个世代的价值 到底是什么 对 好 比方说像我太太 因为我太太跟我差17岁 是 所以她每次都跟我说 我们是两个世代 如果用10年来算的话 等于是几乎是两个世代 那她就觉得她这个世代呢 蛮单调的 我所谓的单调是说 很热闹 很好玩 很喧哗 可是她常常就会 跟我的这些朋友们 比如说我跟我的朋友们 有的比我大一点 有的比我小一点 我们在聊天 谈很多事情的时候 我太太就觉得 说很有趣 就说你们这些老家伙 是 怎么会关心这些东西呢 是 比方说我们会很珍惜 生命中有没有一些 很永恒的东西 是 我们会很在乎 人跟人之间 有没有一些很珍贵的感情 那种感情是 其实跟500年前 跟1000年前的人 是一样的 是有对话的 那我们会不会对古典的价值 比方说对文字的优美 对于一种哲学的 一种接近哲学式的 一种思考 去想人活着要干嘛 对 就我们这个世代 很明显的会 还有这种特质 会去想这个东西 对 可是我太太会觉得说 他们那个年轻的世代 基本上都觉得 这些问题偶尔闪一下就算了 哪有时间去想这个 那他就觉得我们很有趣 对 可是我常会说 如果我们这个世代 比如说四年级生 或者五年级的前半段的 是 我的一些朋友 或者比我们再大一点的 三年级生 如果我们活着 到现在还希望 能够跟年轻的时代 年轻的世代 有对话的话 那我们如果没有这个东西 还有什么 可能就没有了 但重要只是说 你把这个东西 要怎么换成数位的 电脑的 对 年轻的 现在他们人可以接受的语言 去跟年轻人对话 对 我觉得这个就变成是我们的挑战 对 比如说我们写出来东西 他们会没兴趣看 对 你到底是让他觉得说 你在讲一大堆大道理呢 还是说你真的也生动的 去讲了一些生活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种感触 对 让他们触动到 我觉得这个变成是我们的挑战 对 其实每一个人在每一个阶段 不管他的生命是走到几岁 或者他的性别背景 他始终会问一个问题 叫做我是谁 我要往哪里去 这个背后会之所以图像越来越清晰 似乎结合您谈的和书中写的 它其实就是一个一个 不断的从很多周遭的讯息 不断的让我们去建立自己存在的价值 对 而且那个是一个相对 从相对辩证的关系 比如说您刚刚提到对话 可是我相信从对话当中 可以得到一些更绝对的 你自己是不需要别人跟你肯定 你就可以确认的那个价值 对 跟我们谈 因为我看您连舞台剧都演过 反正也演得不好 对 没关系 那不是重点 你知道吗 这个是一个很精彩的人生 我觉得我比较 OK 好 这可能也就是跟年轻朋友 会有一些有趣的 可以接轨的地方 对 可以接轨的地方 为什么呢 因为我是一个其实蛮喜欢 试很多东西的人 是 那一方面能够试很多东西 也是因为你的朋友 交的还蛮多的 对 虽然我不是那种 很刻意交朋友的人 可是大概就运气好吧 我们总还是在人生的舞台上 每个阶段都碰到一堆很好玩的朋友 那每个朋友都会跟你想 跟你说 诶 要不要来试试 对 那有人就跟我讲说 要不要来试试写专栏 我就开始写作了 写了我的第一本书 那那个人叫刘克香 也有人跟我说 那你要不要来舞台剧玩一玩 那个人呢 就是美国李永峰 绿光剧团的李永峰 还有罗北安 我就演了第一次 结婚结婚版东 他们就叫我来 你来玩玩看 那一玩就玩了好几次 虽然从来没得过奖 然后呢 我认识一些演艺圈的朋友 刘德凯呢 就跟我讲说 你要不要来电视里面 是来客串一下 所以我客串过张大春的小说 将军碑里面的 那个将军的儿子 是 那我的意思是说 这都很有趣 比方说我认识一些 绘画界的朋友 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在这几年 我就对于绘画 很有兴趣 但我不是自己画 我很喜欢跑画廊 是 如果是每次都到画廊 去东看西看 那你去看画廊 记得看画廊的过程里面 一方面你了解了 这个社会的 我们学社会科学 最有兴趣的 比如说社会流行趋势 是 或者一个社会的审美的价值 审美的标准 或者这个社会景气 跟这个 fashion 或景气跟 审美的收藏 艺术之间的关系 你平常可能就只是 从报道上去看 或者是阅读文献上去看 对 可是因为你常跑画廊 你很自然就发现到 哇 真的景气对于画廊 有一个冲击 对 还是冲击一样 又不像我们想象那样 因为金字塔底上的人口 他买画 对 是不受到景气影响 对 可是 对中产阶级这个部分 买画就受到影响 所以就能够理解说 最近为什么有人会说 版画流行 对 因为在不仅限年代里面 版画便宜嘛 所以版画对于上班阶层 或三几岁这个阶层来讲 他收藏画 是他可以接受的 对 可是中间就有一个 很大的M型的断层 对 那断层就是几十万的话 或百万的话 突然间没有了 对 失去他的市场 对 那上面的四五百万 六七百万的话 上千万的话 很多人还是有人收 没错 那你透过这个跑画廊 可是为什么会跑画廊呢 很简单 因为你认识一些艺术家 对 有时没时 他们就会带你去一些画廊 看一些画 对 认识一些画廊的经理以后 他就会打他跟你讲说 蔡先生 这有个什么画展 你要不要过来看一看 那每次去看 每次去看 你就累积了一些 很有趣的人脉 所以我要跟年轻朋友讲的就是说 人生有很多很多的可能 那这种可能性 一方面是跟你个性有关 你如果对世界好奇 这些门就会 窗口就会为你打开 那另外一部分是 你要不要给自己一个期许说 我希望我变成一个 什么样的人 是 比方说 如果你认为说自己赚钱很重要 可是赚钱之后呢 那个赚钱 忙碌赚钱的 离开那个赚钱的舞台 赚钱的场所之后 你走到街上 除了想要去抽根烟 喝杯咖啡 喝瓶酒 这样放松自己之后 对 你还想要干嘛 那个还想要干嘛 就像你刚刚讲的 他不只是问说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而是说 那我活着 我有这么多钱 我有了赚钱的冲动以后 那我剩下的部分 我是什么 对 那这个部分其实都是在 都是决定你这个人 有没有品质 有没有一些质感 对 除了有钱之外 你有没有质感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对 那这个部分其实 我刚刚讲过 是一个企图心 也跟约翰奈斯比 或者是我们刚刚所谈到的 生涯的规划 对 他是有关的 对 其实您刚刚提到成为什么样的人 我相信不管现代的年轻人 他是不是正在为自己的 所谓的财富累积去做努力 可能每个人多少都会想到 可是我接触过很多年轻的朋友 就跟我这一辈的朋友 他们常常会有两种极端 一种极端他就是很M型 就是他是很优秀的那一端 他可能从三十几岁四十几岁 他就已经都在谈说 我未来要做什么样的贡献 他有一个很清楚的 自我描绘的图像 可是很遗憾的 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极端 因为现在有很多大学毕业生 他可能没有办法得到 一个很好的工作 很好的机会或等等的 所以我发现 我碰到另外一群 当然是比较负面悲观的人 他会觉得说 那是所谓上流社会的人在想的 那是所谓的高阶的人 在认为的生活 那我永远够不到 那如果针对这一群人 我不知道蔡大哥 你有什么样的话 因为您提到的三大要点 第三项 以想象力去穿透不变的本质 我觉得你背后一定有一个 属于你自己的想象力 和想象力的逻辑 其实我完全可以理解 你刚刚所提到的 那个心态上的 M型的社会 我们现在讲的是 M型是指那个心态 有一种人是真的 就是聪明才智 他的各种机会 就是比别人还比较多 所以你要承认 没有错 我们到了这个半百人年龄以后 半百老翁 还是借用我太太说的 到我这种半百老翁以后 我觉得人生最大的一个意识 意境就像 对 就是像孔子所讲的 是 你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 你四十五十六十 每个阶段 你自然而然就知道 自己在干什么 我觉得我们到这个年纪以后 最大的一个清楚的时候 知道自己的极限 是 就是那个极限 就是说 你大概知道自己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对 所以认清楚这个之后 我要讲的是 那个极限呢 又可以有一个新的意涵 就是说 你认清楚自己是一个聪明才智 大概就是这样子了 那这个极限 不应该让你悲观 因为你应该知道说 你的聪明才智如果到这里了 或者说你赚钱的命到这里了 或者你事业的顶峰到这里了 那你就应该怎么样 在另外一个象限里面 去找到一个新的心底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我反而认为 很多年轻朋友 也许这样也对了 因为他们还太年轻 对 所以他们那么早看到自己的极限 其实也蛮悲哀的 对 对 所以我觉得他们OK 他们尽量去冲 尽量去闯是很好的 比如说 我会对那些M型的 最右边的那个 少数金字塔的那些朋友 我会告诉他们是 OK 那你就全力的去 追求争取上帝给你的天赋 可是别忘了 用一点历史的观念 多读一点历史的书籍 你会知道 那些顶峰的人 并不是每一个人 后来都很好的收场 下场 不是下场 就是收场 您客气了 因为理由很简单 因为人生真的很有意思 对 你到顶峰了 你一直不断往前冲 你是金字塔了 金字塔上面还有金字塔 对 也就是我们常讲 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这真的是这样 我以前在 我记得我在念台大的时候 我那时候大一进去 我们看到我们那些大一同学 尤其是那些第一志愿进来的 是 每个科系都一样 就在社团里面认识 很多这种优秀朋友 每一个都自得益满 可是你现在再回头看 二十年 二十五年 三十年 有些人真的很厉害 在学这些顶件 都诺贝尔奖 就是诺贝尔奖 集中央研究院的这个阶级了 对 也是阶级我的朋友 那也有一些人呢 当时非常优秀 现在人都不见了 也有些人呢 转换舞台 到了另外一个领域里面 赚了很多钱 可是后来又爬掉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当你很优秀的 这些年轻朋友 你一定要有一个历史 我什么时候多读一点历史 你会应该有一个历史的感觉 就是说历史的众生 会让你知道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而且人生的路 也不是一条直线 你爬到一个顶峰之后 不晓得在什么时候 你就会摔一跤 或者转个大弯 你都不知道 所以我觉得保持这个 对那个很优秀的金字塔人来讲 就保持一点历史的众生 你会让自己将来过得更好 那对那些M型 绝大多数的 在另外一边的人呢 我觉得也不用太担心 因为什么 因为你看到了 那个人生发展的 某种极限以后 那你应该回过头来 再问自己 还有没有第二个可能 对 有没有第三个可能 我觉得我这种年纪呢 回头再看 我觉得我冥冥中 我当然不能讲 我年轻的时候就看得很清楚 我年轻的时候 也认为自己很了不起 是 我也认为 我会念个PHD 回台大去教书等等 变成一个很有名的教授 可是你随着人生历程 走了以后 你才发现 在人生的这条轨道上 有太多太多转弯的可能性 对 有的是你不知莫名其妙 就被转弯了 对 有的是 你不想转弯 但是被迫转了弯 问题重要的是 我现在回头再看 才发现 我运气比较好 或者是 冥冥中 你都有一种 不断去试 新的可能性的念头 就使得你的人生呢 有了第二种 第三种 第四种 不同的可能性 像我们刚好 现在回过头来讲 比方说我们写作 我们做一点电视 主持电视 就说这些东西 其实都是年轻的时候 没想到的 对 可是你就不知不觉的 在这些路上呢 就竟然在这边 插了很多的话 对 那我要讲的是说 你把心态放开来以后 你就有可能 就算你是M型社会的 这一边 我们没有那么优秀 比方说我读书 读的没有同学那么优秀 对 我们的智商没有 我到台大以后才发现 有人就是很聪明 像我以前一个 台大一个同学 他第一次愿电机系的 他跟我讲说 他到电机系还是很挫折 为什么 因为电机系里面 还有人比他 更聪明 天才中的天才 对 所以你怎么比呢 对 你年轻的时候会相信说 我一定可以比 所以你每天花很多时间读书 很用功 可是人生的发展会让你发现 你终究有自己的极限 对 对 那所以我要说的是说 认清楚这个以后 我们要问自己的是 全力以赴 在这个领域 对 重要的是在第二个 第三个领域里面 还有没有机会 是 那如果这样的话 我觉得再加第三个 就是 约翰·奈斯比 其实他本身也示范 就他到中老年以后 对 他照样继续在这个领域里面 发光发热 对 那意味着什么呢 人生的成不成功 有时候要用时间来争 对 对 你拉长了时间以后 就是要健面康康的活 像我最近一直想写 写一系列一个专栏 就是 我注意到很多人讲赢家 Winner 对 那Winner有策略 有个性等等 可是好像很少人注意到 Winner跟健康的关系 对不对 就是说一个健康的人 健康的心态 他才可能让自己最后取得历史的 或者是时间 生命里头最后的生命 是 这个部分其实我觉得 只有活到一个阶级的阶段的人 像我这样 才能够理解他 欢迎来到活水网 让活水网为您带来最精彩的成长内容 活水网网起为 www.forbooks.com.tw 其实我觉得听蔡大哥这样讲 我自己每次在最失落的时候 其实我最喜欢看的就是历史的书 因为我发现 有时候 只是我们用我们现在的有限的知识 或有限的阅历 去看我们现在所碰到的不如意 可是有时候当放到一些可能历史的故事 或者是一些历史的解析辩证当中 你就会发现 像江太公 他也是好像 像八十几岁才被 对 才被 才被 才有机会 对 才有机会 邱吉尔到了快七十岁 才才有机会证明自己是伟大的领袖 对 那像中国的红顶商人胡雪岩 也是三十九岁 才开始自己创业 只是我觉得 还有另外一点 就是我听到 刚刚蔡大哥说 我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去了解 我的感受 也是在于 当我们真的能了解自己的有限性 才能在有限当中发挥无限 是不是这样子 但 我想你替我整理的 很精准 就这句话 但是 就是说在有限中去创造无限 当然我必须说 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因为我们讲有限中创造无限的时候 一句话就讲完了 可是在真实的世界里头 他可能就要忍受 一段时间 很多冲突 他忍受一段时间的寂寞 对 对不对 那他要忍受那个 比如说 现实生活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对 有人可能在职场上 做一段时间后才发现 自己一辈子也不可能当总经理 是 自己一辈子也不可能变成了不起的企业家 是 可是你还是需要这个工作 对 你如果没这个工作 你可能就去家庭 整个家都资深不下去 对 好 这就是我说的 那这个时候 你可能就需要发展第二个 第三个领域里面的兴趣 是 比方说 你上网路去写部落格 你竟然写出一个 孤独的 寂寞的 落魄的 上班族的心情 你可能在那个领域爆红 对 现在网路上就可能是这样子 其实 现在的年轻朋友 比我有更幸运一点是 他们发出自己这个部分的 的心情的管道 对 以及 发出之后得到共鸣的几率 对 因透过数位年代 已经比我们那个年代好太多了 对 所以我觉得 不像我们那个年代 真的有很多不得志的作家 就是说他可能想要在两大报三大报投稿 怎么投都上不了 都投不上 他一辈子就很落魄 对 可是呢 现在呢 你干嘛去投稿 你自己开个部落格 对不对 就有几千人上万人可能就喜欢你 搞不好你还一气之间爆红 出版社还回过头来出你的书 对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现在年轻朋友显然更不需要去担心这个问题 你知道自己的极限和有限以后 你就要重要的是不要停在那里 这一点我觉得是更古以来都不会变 对 没有人坐在家里自怨自叹 就能够出人头地 没错 那你只要把这个心情转换一下 对 替自己找一条出路 对 我觉得你就有机会 对 而且每一个人特质其实很难 比如说我自己因为一直都很喜欢 保持艺文的阅读 是 像我最近在重看那个人间词画 就闲来无事 看王国瑜的人间词画 你看王国瑜透过人间词画 重新诠释把把李后祖 嗯哼 讲到多好 对 也就是说李后祖是一个亡国之君 没错 可是从他死了以后 多少年来 多少人 当你心情感慨的时候 你不会说这个恰似一江春水 问君能有几多愁 恰似一江春水 向东流 这个句子都已经是成为中华文化 不管你台湾独不独立了 对 你所有的人用这个比喻的时候 几乎就是用他的句子 嗯哼 那在这个部分来讲 李后祖是不朽了 嗯哼 他在国家治理上是一个混蛋 对不对 是个笨蛋 是个佣君 可是他在词学的造诣上 却创造出了多少个动人的句子 对 所以我要说的重点 关键就在这里说 找到自己适合的东西 对 权力以赴 但是你为了现实生活 必须要妥协的部分 你就可以去妥协 因为你的目的是 我知道我为了生活 我必须有个工作 我必须忍受一个 像你刚刚讲的混蛋老板 对 对不对 可是我在另外一个世界 我就开出了另外一个天地来 对 我觉得重要是要这个地方要找到 如果这个没找到 那你当然就会很辛苦 对 很谢谢蔡大哥跟我们谈这些 我相信我们的访问 虽然已经进入尾声了 但是我不知道各位听众听的感受是如何 我自己的感受 其实每一个时代 蔡大哥的时代 我们这一辈的时代 甚至于我们现在看到 刚出社会的时代 每一个世代都有 他们自己在时代 或者是在客观环境上的机会跟限制 但最重要是怎么发挥 那更重要一点 就是背后我们怎么样 如何定位自己的价值 就像刚刚蔡大哥讲的 李厚主 他是一个国家治理的混蛋 但他却留下中华文化 可以说是我们每次在 惆悵诗意的时候 一个千古名句 我们很谢谢蔡大哥 希望日后有很多机会 能够再跟蔡大哥聊 您还有您相关的诉说 好不好 谢谢 谢谢您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